一经崇尚自然,孔子也主张助而不作,指出任何事情如果违背自然规律,便会自作自受。 但是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在不断取得重大进步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违背着自然规律,并且开始逐渐显现出不良后果。 那么现代人究竟应该怎样做,才能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能成功避免和去除后遗症,改变现状,从而走上一条合理发展的正道的。 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将引领我们一起感悟一经的智慧,敬请关注崇尚自然。 中国人最喜欢看相,也最会看相。 天有天相,叫做天文,人有人相,叫做人相学,地有地理,地理也是地的相。 不要以为说地理是另外一门,全都是相。 三个字讲完了,叫做天垂相。 细词上写得最清楚,天垂相,陷极凶。 你会看到,天只是一种现象而已,天是不说话的。 它会用各种的现象来告诉人这是怎么回事。 至于怎么样,你们自己看得吧? 你不要依赖我,你不要恶恶恶问我,天垂相,陷极凶。 那为什么会陷出极凶呢? 可见是因为圣人像子。 因为圣人他看得懂,一般人是看不懂的。 然后他把它画下来,用像来告诉其他的人,说天垂相,他在警告我们什么是鸡的,什么是凶的。 他已经告诉我们,天垂相,只有极少数极少数人看得懂。 那个人就叫圣人,这样我们才读得懂,论语,记事篇所讲的那一句话。 君子有三位,为天命,这个我还可以接受。 为大人,我想想也不得不这样子。 只有为圣人之言,那我是不太服气的。 为什么呢? 你圣人,你了不起吗? 我尊敬你。 为什么我要为你的言呢? 其实后来我们才知道,因为天垂相,只有圣人才看得懂。 你不听他的,你不听他的结果怎么样? 两个字,不太好听。 叫做活该。 那活该你自作自受嘛。 宇宙万物利用各种自然现象,告诫人们,何为己胸? 但是这些自然现象,只有圣人能够看懂。 于是便有了福气话八卦,周文王冤写一经,来指导人们辨别己胸。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环境和社会形态,早已经与远古社会大相倾庭。 那么现代人又该遵循怎样的生活法则? 而孔子又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启示呢? 学儿篇,有人说那不是学儿篇。 你看学儿两个字没有意思。 是学天篇,因为以前那个儿子跟天,其实学起来很相接近。 就好像现在很多人看到即使,他看错了,他就念即便。 那即便即便下去,以后大家也不知道他是错的。 那开始讲即便,那不是糟糕了吗? 很多字是被误传这样一直下来的。 这样我们才知道,为什么孔子他一再说他数而不作。 你看大家争论来争论去,他就不知道为什么。 他数而不作的意思,就是说天垂向,我就老老实实地根据天垂向来把它引申, 然后把它推广,我没有任何创作。 现在人说不行,孔子一定有创作。 孔子有创作,老早被人家打倒了。 你看,长江后浪推前浪。 那前浪呢?前浪都实在沙汤上。 你看西方就好了,你做多大的学问, 后边人起来,全把你推翻掉。 就是你有创作。 老人家圣人都只是看那个像, 只是说明那个像而已。 现在人动不动就是,这是我的创意,这是我的创作。 那为什么不看看,数而不作,是什么意思? 孔子说,我会生而知之者,我不是天生就有学问的人, 好古明以求知者人。 我是为圣人之言。 因为什么? 因为人可以宏道,不是道来宏人。 一切都是自作自受的。 孔子是懂得这个道理。 他心里想,我创造,我创意, 我迟早被人家抓住把柄, 迟早不想料到哪里去。 我们一定要按照原来的构想, 要按照原来的用意, 追随孔子, 数而不作的精神, 你才有办法恢复 意经原来的面貌。 这样才叫做 终于做学问。 他所衍生的, 对现代人最重要的 一句话, 生活的方式是可以改变的, 但是生活的法则 是绝对不可以改变的。 你看他那个 自然现象的改变, 他背后有一个不变的道理。 那个不变的道理 就是我们生活的法则。 我们只能够内方外援。 内方就是不变的精, 身后法则就是内方, 方方正正不能改就不能改, 丝毫不能乱步的, 怎么可以乱步。 但是外面的方式, 我们随时可以调整, 随时可以做不同的表现。 中国人只能圆通, 圆通就是我的原则是坚持的, 只是你看不到而已。 我外面看起来是圆的, 我里面一定是方的。 所以你说中国很执着, 他不执着, 你说他不执着, 他很执着。 那西方人就是讨厌我们这种, 因为他根不懂。 他没有那个天垂向, 圣人择之来引导他, 他没有。 西方人只相信看得见的部分, 我们知道有看得见的部分, 就一定有看不见的部分。 我们会同时把看不见的部分, 跟看得见的部分, 把它合起来看。 所以我们为什么都要两挂两挂地看, 而不是一挂一挂地研究。 孔子主张数而不作, 指出任何的发展变化, 都不能背离自然规律, 否则便会自作自受。 但是, 如果我们完全遵从自然, 彻底听从自然, 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呢? 从一经挂向的变化中, 我们又能得到哪些启示呢? 不管哪一个挂, 它都有六个窑。 窑向的通力, 我相信大家已经很熟悉了。 出窑跟上窑, 它是相对的。 出兰之, 上一之, 一加六等于七。 二多玉五多宫, 二跟五, 它是一对的。 二加五还是七。 三多雄四多巨, 三加四有十七。 各位有没有发现, 一二三四五六, 里面含的都是七。 我们古人就知道七天洗一次早, 叫做七日一幕。 它没有规定六天, 也没有规定八天。 那时候东西方根本没有什么交流。 但西方人告诉你, 七天一周, 那么刚好都叫七。 各位想想看, 如果我们现在计算日子的方式, 东方有东方的算法, 西方有算法, 那不完蛋了吗? 那人类怎么共处? 可见, 宇宙是归于一。 它一定有一个一在哪里? 你怎么把一找出来? 一直到现在, 我们都很清楚, 只有易经把一讲出来, 叫做太极。 其他西方的作学问人, 都还没有讲到这个东西。 我们讲这个, 是告诉我们, 不要小看树, 不要认为树就是迷信, 那也不对。 你看, 钱挂, 它六摇都是羊的。 当一摇变的时候, 它就变够挂。 当两摇变的时候, 它就变顿挂。 当三摇变的时候, 你看, 三哦, 只变三次, 就变皮挂了。 宇宙的元气, 越来越帅。 你从就可以看得出来, 人也是一样。 你看人, 刚刚是小孩子, 希望他长啊, 长啊, 就是羊啊。 很快到中年, 快速的, 羊衰, 阴长。 谁都避免不了。 你看老先生, 你要叫他站得很挺蓝。 因为他阴气已经慢慢地重起来。 那你如果说, 好, 那我就听他自然吧, 皮挂, 然后来, 四摇变, 光挂, 五摇变, 薄挂, 等到六摇变, 整个的羊牙都没有了, 统统变纯阴的困挂。 我们举个例子, 一家公司非常好, 那就是钱挂, 钱挂就非常好, 从底下到上面, 每个人都很叽叽, 都只想不起, 但这样的公司会倒闭吗? 经常倒闭的。 因为, 大家千方百计地想要进到这么好的公司来, 那正人君子他不能进来就不能进来, 他会知道机会没有了, 我就罢手。 小人是不择手段的, 他想尽办法也要进到这么好的公司来, 那竟然当然从基层做起, 所以你看, 初摇, 有氧, 变因的时候, 就已经是够挂了, 够挂就告诉你, 公司里面已经有些你不想见到的人都进来了, 可是你没有办法防止他, 这些人连之道了, 他升上来, 他用了一批跟他是同道的, 又牵了一批小人进来。 初摇跟二摇, 都有氧转因的时候, 前挂就变成邓挂, 邓挂就提醒你, 如果你警觉性够高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赶快去别地方找工作, 因为这家公司快垮了, 这叫做先见之名, 叫做见威之助, 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没有警觉, 他说不会啊,很好啊, 啪一下到了屁挂的时候, 没有人要你, 你出去找工作, 人家说这家公司, 以前是很好啊, 现在快垮了, 不要你了, 你看屁挂下一挂就是光挂, 什么叫光挂, 就是高阶层在那里, 看来看去无人为力, 那家乡轻是搏挂的, 搏挂更惨, 那马上就困挂了, 像这些都是树的表现, 所以我们一直说, 你只能够顺其自然, 你不能听其自然, 这个顺其自然是对的, 你就要按照自然律去走, 但是不可以听其自然, 听其自然很快就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 纯阳会变纯阴, 那就是所有资源都被你发光了, 体力耗尽, 精神也萎靡, 那怎么办? 一经挂兴的并化提醒我们, 要顺其自然, 但是不能盲目地听其自然, 更不能因为眼前的小力, 去破坏自然。 那么当我们面对因为违背自然规律, 而造成的不良后果时, 又可以怎么做, 才能改变现状, 寻求正道, 从而化简为夷呢? 当钱挂的初摇变, 二摇变, 三摇变的时候, 各位就知道, 下挂那个钱已经都不见了, 上前的阳气还在, 下前阳气已尽, 就是下半身通通摊犯了, 所以, 皮挂跟钛挂, 他们两个的互动关系, 一般人他都是听见有命的, 反正脾气胎来嘛, 皮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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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了就会来泰的嘛, 没有错,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你命没有那么长, 你等不及, 等你死的那个泰还没有出现, 它稍微出现, 等你死的又才出现, 因为皮挂, 你一变就可以变成冠挂, 冠挂再变变薄挂, 然后这样顺着是变下去, 最后是坤挂了, 那就救不了了, 所以我们就想各个办法, 把皮挂先变成义挂, 义挂再变成笋挂, 笋挂就变成泰挂, 你看一二三, 皮就变泰了, 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用人力来加速皮皮皮泰来, 还是顺其自然, 但是绝不听其自然, 下挂的中叫做二, 上挂的中叫做五, 但是全挂六摇合在一起的时候, 三跟四又是中,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 二三四五这四个摇, 基本上都叫中, 各位就可以知道, 除了初摇跟上摇, 那是听天由命以外, 其他四个阶段都要人用很理智的来指导自己的感情, 一步一驱, 安部当居, 稳扎稳打, 不能出差错, 这是疫情的要求, 但是这个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我们从我们所讲的话里面, 可以听得出来, 颠三倒是, 不三不识, 老三倒是, 我们就没有讲到正的叫做三反四复, 因为三反四复实在不容易懂, 你看什么叫三反四复, 我们举个例子就好了, 一个礼拜有七天, 就附和什么, 附挂里面的叫做七日来附, 你说怎么那么巧, 那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这么巧, 那再叫神, 不单说叫神, 神就是怎么那么巧, 那就叫神了, 《易经》的附挂, 段词写得很清楚, 七日来附, 天行也, 他说七日来附, 其实是老天给我们的数字, 不是人创造的, 又是跟孔子一样的, 数而不做了, 我只是把老天告诉我们的转述而已, 我自己创作什么, 没什么创作了, 因为你不能去违背天象, 好, 我们七日来附, 现在叫做一周, 我请问你, 礼拜一工作下来好不好, 很显然不好, 尤其现在周休两天, 那礼拜一就是半饭假了, 因为刚刚去玩, 玩得很累, 打了两天牌, 无亲打彩, 这是必然的, 到了礼拜五呢, 你又觉得, 哎呀, 又要放假了, 有事情反正做不完了, 以其头骨尾巴, 不如下个礼拜再说吧, 你看, 去头去尾, 只剩下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只剩下三天, 那你是礼拜二开始做呢, 还是礼拜三才开始做, 你等到礼拜三开始做, 礼拜四发现错了, 完了, 无可补救, 所以你必须要礼拜二就开始做, 然后礼拜三就要开始反复检讨, 万一错了, 礼拜四还可以掉头来, 还可以有一个补救, 这个并不可以说, 三反四复, 就是这个意思, 绝不可以这样讲, 因为在后面还有太多的东西, 我们今天只是说, 我们已经读了这么多了, 我们应该知道, 那个树是有很深的学问, 这样各位才知道, 为什么中国人常常讲, 我心中有树, 我心中有树, 我眼睛在观像, 但是我心中有树, 一切有定数, 是事实, 只是我们没有听懂, 你看宇宙间没有定数, 那这个自然怎么演变呢, 那人会恐慌的啦, 我们今天能够过得这种很踏实, 就是因为一切有定数, 你知道搏极必复, 你知道脾极太来, 你知道一切都是顺环往复, 你对未来, 你才不会非常的恐惧, 因为你心中有树吧, 如果一切乱了, 求心求变, 连老天爷在求心求变, 最可怜就是人, 眼观天响, 心中有树, 正确发挥人类的主观作用, 能让我们在出现问题时, 做到及时补救, 并且加快, 匹集退来的速度, 那么包含古老智慧的易经, 还给我们的日常生活, 带来哪些启示呢? 读易经的人, 你会慢慢去体会到, 一句话, 讲到差不多, 就不能再讲了, 你再讲得清楚下去, 你就错了, 任何事情讲到七八分, 你要留些弹性, 因为它随时在变, 你才有那个变变的空间, 今天喜欢用空间, 我们就用空间嘛, 你讲满了以后, 它一点弹性都没有, 而外面继续在变, 它管你讲得那么满, 你就错了, 每一句话, 都有相当的道理, 当你过分强调, 说一定是这样, 没有错的时候, 就已经错了, 这才是易经, 为什么要三反四负的基本要求, 我们现在并没有把三反四负的真正的功能, 说清楚, 没有, 因为我们已经学到这里, 还没有资格去了解那么深的东西, 我们只是告诉各位, 不是说我听完这些, 我就易经都通了, 没那么简单, 术它的变化也是无穷的, 就好像像的变化是无穷的, 而道理也是随时在变动, 所以我们中国人很少讲一定是这样, 易经只有四个字, 叫做大智如齿, 你看62瓜看起来都相像, 大智如齿, 差不多, 所以差不多是最高的智慧, 可惜现在人一听到差不多就皱眉头, 现在人很奇怪, 当你无意中讲到差不多的时候, 你就讲得很顺, 当然应该差不多, 但是一讲到差不多的时候, 差不多怎么可以呢, 那怎么差不多, 你看, 现在人已经开始人格分裂了, 这也是我们这次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 来讲易经的原因, 请各位多多指教, 谢谢。